命果97年6月5号 当年桃园观音乡一栋古厕里传来闹哄哄的声音 只是一瞧当时真上演难得一见的三代通堂包粽子画面 大家一边听一边看阿公阿嬷如何包粽子 接着人手一片纵艳准备来挑战 只是肉粽还没包好 小朋友就忍不住诱惑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让在场的大人又好气又好笑 为了让幼稚园小朋友感受到古早农村过端午的气氛 当年桃园观音一家幼稚园 邀请社区的阿公阿嬷以及家长们 到学校农物馆古厕里教小朋友包粽子 一方面传承端午节庆的历史典故 一方面也感染古早农村的传统过节气氛 最后小朋友也一边吃着包好的肉粽 一边听院长讲解北部粽和南部粽的不同之处 趣味十足 院长也不忘提醒大家粽子虽然好吃 但吃太多容易消化不良 还是要适可而止 记者综合报导 好